問題是什麼呢?在一種特殊的場合之下 微信或者一個社會交媒體像推特、Facebook 他們已經起到非常非常大、行駛了非常大的社會權利 當這種社會權利和黨權利的建制派 包括國家原有的這樣一種法律權利吻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就是這個國家權利的延伸 所以這個事件當中,在川普這個事件當中 我們認為這個已經是達到社會權利的一個部分 雖然我們跟微信是不一樣的 但我們問題說,如果你把川普當成一個例外 這個例外可以接受 這個接受的理由不是因為法理上可以接受 而是從政治立場上接受